喂 你在我家里干嘛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问你在你在我家里干嘛 这是我家呀 而且我在这里就住了一年多了 你家 这是我的老房子好不好 谁人住进来的 他们说这个房子没人住 所有就搬进来了呀 而且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没人住 谁跟你说没人住 哎 就算是真的没有人住 你也不能随随便便进别人的家吧 那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老房子呀 怎么证明 我的房子我还怎么证明 哎走走走走 我带你去我们离家问走 他们都认识我走 大哥我相信我相信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子 那我马上搬走 搬走 你都住一年多了 不给人家表示吗 那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给房子啊 那你要多少 多少 你是不是不想给 我不是我会给我会给 只是我没有在外面租过房子 所以我不知道给多少 那行 我给我家人打个电话 你要等着我哈 不许走哈 我不走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 嗯好 喂 喂妈妈 啊 我到了 你到老房子那里了是吧 对 就是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我们这老房子里面住了个人 我们那个老房子里面住了个人吗 对 谁呀 我也不认识他 他说看我们这里没有人住 他就住进来了 哎呀 这怎么能行呢 我们那个老房子那么旧了 你赶快让他搬出去那里面不安全 嗯好 就是我想着 嗯 要不收他们 收他一点房租 收他一点房租啊 他在那里住了 住了一年多了 你看一下 给他给多少合适呢 住一年多了 那 你就收他个5000吧 然后你告诉他 你收了钱之后 你就让他搬走 嗯好的 不然那后面出问题了 他还要回来找我们 知道吧 嗯好 那我去跟他说 嗯嗯行行行 拜拜 拜拜 嗯 大哥你为了没有要给多少 哦我问了 我妈妈说给个一万块钱就行了 一万块钱 哦对一万 这个房子要一万块钱吗 对啊一万块钱啊 你在这住一年多了 我才要你一万块钱 不过分吧 可是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没有钱 你是不是不想给钱 你不想给你直说 不是我不想给 只是我身上真的没有这么多钱 那你有没有工作 有 在哪儿上班 我就在那个修车厂里上班 修车厂里上班 那里的工资应该都很高呀 我才刚去没有多久 就上了一两个月 而且我是个学徒 工资也就三千多块钱一个月 三千 那你打算怎么还给我 嗯要不这样子吧大哥 嗯你跟我下去 我找老板 预资工资 然后给你吧 预资工资 对 准备预资多少呢 嗯我准备预资三千块钱 然后给你两千五吧 两千五 嗯 你一气给来不行吗 主要是我身边还有个孩子 我这五百块钱我要给他买的东西 哎真的是 行吗行吗走吧 带我去你上班的地方 走吧大哥 走 喂 你这是准备跑吗 没有啊大哥 那你走这里干嘛 因为我平时都是走这条小路上班的 因为这条路比较快 快要多久 就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走上午车 我没有那么时间 可以给你浪费 走 这不好吧 我身上这么脏 没事没事 走走上我车 好 来走前面 待会又跑了 来你坐后面吧 可是大哥我身上真的有点脏 废话少说快上车 快点 是不是 是的大哥你等一下我去找楼和他预计工资 好 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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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哥 那多少 三千 那多少 那哪里三千 那里来的三千 哥 我不是收好一个月三千的吗 你是不是最近一直迟到 有没有 我也干不好 还迟到 还给我要三千 你是不想干的是吧 不想干就哭了 哎呀 你干嘛 对不起 你哥 对不起 你哥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现在还欠准别人的钱 你那么脏就不要碰我吗 你刚说什么 我真的不需要这份工作 你现在还欠准别人的钱 然后我弟弟也就上学 你什么 你弟弟上学 需要我来供吗 你欠别人的钱是我欠的吗 没有三千 只有一千 迟到 笨手笨手 活也干不好 给你一千二千就很不错了 你不想干的话就滚 我要干 走 我要干 我要干 不要干 走 大声一点 我呢 我这也没有一千了 只有七百 要不要 你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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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走 以后 以后能不能 好干 再 再迟到 就直接滚 听到没有 那 你说 进来 不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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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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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妹妹 刚刚去找老板一只工资 他就给了我700块钱 你先拿着剩下 我想办法 不用了不用了妹妹不用了 我不是来找人要钱的 就是我刚刚听见老板说 你还有个弟弟是吧 对 我弟弟正在上学 那你们的家人呢 怎么就直接牛两个 我爸爸已经不再有事了 然后我妈妈已经 改嫁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起啊妹妹 是的 我也只是好奇 对不起 问到你伤心处了 没事没事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那边打个电话可以吗 嗯 好的 好 哎 妹妹 你过来一下 大哥怎么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就随便给你们买了点东西 来快拿着 大哥你这是干嘛呀 我不能让你拿走的我不能收下 妹妹你收下吧 这是我有点心意 你这是干嘛大哥 没事你收下吧 你是我有点心意 不过今天我的行为 也确实已经过了 非常抱歉啊妹妹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么不容易 大哥你在说什么 本来都是我有错在先的 我不应该就随便乱进你的老房子 这个没事这个没事 不过妹妹你收着很坚强的人 也很勇敢 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一定要加油 好不好 大哥你把这些都是拿走了 妹妹你就收下吧 你如果不收下 我就不让你住我老房子了 快收下好不好 对了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雪 小雪 大哥你呢 我叫阿龙 那我叫你阿龙哥吧 可以可以 不过你的名字还是真的太好听了 谢谢你啊 没事 就是我那边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我有空再来看你们好不好 好的 阿龙哥再见 再见 一定要加油哈 好的